这个 直接到那裡 這樣就很棒 等一下 這樣 其實我可以幫你準備好了 那這個組合 所以你知道我看一下組合 所以你找個新 找到 你就可以把他關掉 所以你把他關掉 所以你把他關掉 所以你先找到這個組合 OK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試看看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你可以發現喔 我先把上面這些都關掉 好 眼睛我都關一下 好 你看這一張跟我們這一張 哪裡不一樣 好像有覺得這一張是很清楚 這一張有點不乎的感覺對不對 因為他透明度比較高一點點 透明度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看喔 我們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叫塗層管理員 你們如果打開之後沒有看到他 沒有關係 因為有可能你們縮小的 放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你把這個打開 這就放到了 那哪裡有透明度 在右上角這裡 這一個 現在這個零 那有的同學齁你們的面板比較小 這樣他就被擋住就不見了 所以你再把它拉開一點你就會看到 好 這個地方 你看50 有沒有變比較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變白色的 因為我們下面這張不是白色的嗎 他會看上過去嘛 那你還給我一次齁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齁 你剛好可以找看看 那麼第二個呢 你看我們在這上面還要加上什麼東西呢 還有一個色塊有沒有 有一個色塊 那這個色塊在哪裡 Potointake裡面 你看一下左左邊 這裡 這裡有幾個像樣的物件 首先你看到有一個叫 路徑繪圖 路徑繪圖就是石心的 就像我們要的這種石心 那輪廓應該就大家比較清楚吧 只有線而已 那另外呢 就是你要畫線條的 比如說你可以指定箭頭 我們剛剛這個是只有輪廓而已 只有輪廓 這個是有填色的 有填色的 那麼這三種都是形狀之一 那麼如果你要編輯它 也就是說我的形狀本來是一個這樣 那我想要把它換成這樣 那這個時候你就需要這個編輯工具 Potointake它有一個特性就是 你用什麼工具做的 就回到什麼工具 比如說你今天是啥事 那我要編輯那個字的內容 我就回到文字工具去編輯它 今天你是用這個工具做的 你就是回來這邊 或者用這個去編輯它 好 所以我們試看看 你看 好 找一個 路徑 好 但是你點的時候 哇 上面這裡會有一個 有一個屬性 這裡 有沒有 這個是它的屬性工具類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不能按 是灰灰的 Potointake它有一個特點 你看一下普通管理 在這邊 當你有點到任何一個物件的時候 它是不能夠產生新的物件 因為它認為你是要怎樣 編輯那個物件 所以呢 你可以按enter 或者是鍵盤按enter 或者是點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突然就不能用了 可是你記得你要回到這邊 你按enter 意思也是一樣 對不對 比較特別一點 比較特別 所以你可以選一個顏色 看你要什麼顏色的 然後呢 加一個形狀 看你要哪一種 這裡如果沒有你就 從這邊 來選 好 那它這邊先代表一個綠色 但是它只是一個形狀而已 所以不用來 那我現在很單純 我只需要一個 只需要一個什麼 我現在只需要一個形狀而已 所以我先把它縮小一點 比較好畫 好 畫好 有沒有 但是這樣 我還是希望需要有一點透明 又代表這邊 稍微調一下 這樣可以嗎 好 OK 那麼其實我們旁邊還有兩條線 這裡呢 還有兩個線 增 增 有沒有看到兩條直線 所以這個 線的話法也是一樣喔 可是我現在就要用這個 好 那一樣 這個時候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點在這裡 是不能夠按的 安然的 或者是點一點點像 好 我們就隨便來畫一條 點一下 你不需要用波翼喔 因為我要直線而已喔 點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它 我們現在就用直線 好 那 線的出鏡 你可以從這邊來選 好 你要出一點 你要吸一點 然後線的樣式啦 要不要有箭頭啦 這個就是你自己來這邊決定的 好 這個也是一樣 這樣就OK了 好不好 給你們玩看看囉 來 好 前面的步驟OK的之後 我們現在來看打字的部分喔 因為你可以看到喔 我們這邊有這個字 你看有直的字 也有這樣橫的字對不對 而且橫的字還有什麼 是外面還有加框 我們Potletab裡面有一些範本 我們可以選嘛 那麼在 Potletab裡面呢 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像剛剛 如果你要打這個十個字 來你看 撿到文字的東西 這個時候你要注意一下 我們的字型 字型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左手邊這些字啊 都有什麼特點 前面有沒有都多了一個小老鼠 有沒有 欸 如果是這種字的話 它會自動轉90度 我找中文來給你看 嗯 有沒有 我們自動轉90度 如果是標準的 這一種 前面沒有的 就是橫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喔 Potletab裡面 它比較不一樣就是 它一樣的字型的名稱 會有兩種 第一個是前面有標準的 有沒有 那你看我把它撿到下面去 那邊都是中文 可以解決一下老鼠 就不一樣 你看我們這邊電腦裡面 你們都裝了很多 很奇怪的我沒有用過的字 體一體 抖抖體 呵呵 經文 那隨便你啦 你就看你要什麼事情 假設你要寫图的字 要注意一下 你就是用前面有小老鼠的 因為它已經翻你這樣 轉好了 寫一下 但是因為我要是图的 所以當你打了 用了這個文字工具以後呢 右手邊它有一個這個文字的面膜 它就把它抖出來 但你又要打十個嘛 所以除了字型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呢 成語體要勾強 這樣有了解嗎 這樣打出來 它會是起的字號 來 我就勾強 成語體 你就可以把它送進來了 好 那打完了你就 如果你字不過大 你就選起來 就先再調整一下就好 這樣會的嗎 好 當然如果你要用你剛剛在那個 出道啦 還是說另外那邊寫的 也可以拿進來喔 好 也可以拿進來 比如說你看喔 假設你剛剛寫好了 像我剛剛寫好了 有沒有一個這個字 你要拿進來怎麼辦 有沒有一個選舉區 好 這裡 有一個選舉工具 我們用標準你就可以選到了 來 選起來 有沒有 好 你把它選起來之後 就把它複製 拿到這邊來 把它貼上來 這樣有沒有口 然後人家直接貼那個白色的 這樣不是 大佛優 對不對 所以 等一下呢 你稍微看一下齁 如果你要用這種方式進來的 請你在上面這裡 這個圖層齁 這裡的一定要合併對不對 合併的話 事實上就是什麼 就好像你們用那個 那個叫什麼 彩色鐵盒啊 或者那個人家那個水彩 不同顏色跟不同顏色 之間 補下去的時候 是顏色相連 那個或混色 所以這個 在一般波動效果 我們稱這個 混色模式 你可以把它換成香層 有沒有 就區別好了 對不對 你千萬不要用 我們上次教的那個 物件栽培 這樣 沒有 好用喔 這樣是不好用的啊 好 所以我們只要混 混過之後你看 進來有沒有都很乾淨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提供你另外一個方式 你可以參考參考 那如果你單純的法式 那就跟我們剛剛一樣 好 那記得如果萬一這個字 大小 或者事情不滿意 你就回到什麼 文字工具 好 回到文字工具 然後呢 回到你的 這個物件 文字的物件 好 這個時候呢 這個工具 回到它剛才用了 怎麼做的 你就可以來這邊 改變它的大小 這樣會不會的 好 這是實的字 那橫的字呢 太簡單了 一定會 那麼 這個字的內容 我幫你準備好 好 所以你只要點開就好了 如果你要立字小語 就有另外一個 怎麼樣 你們不是常常要看立字小語嗎 對不對 嗯 有見面啦 來 如果是這個的話 你把它選選 很多加A 複製 很多加A 複製 對不對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快速件吧 那現在呢 我再打字 來 點一下 你直接貼上很多加B 就可以了 但是注意一下囉 因為這個字 我剛剛 有怎麼樣 所以我設定它是垂直的 所以它還會記住你最後一次的 所以 要轉一下 那字體呢 你要變成就是 沒有那個小A的 好 沒有小A的 它才會恢復回來 看要不要點 好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當然你們平常在打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不會出現 什麼東西不會出現 就是這個外方 你看我們現在字的外面不是有一個 黑色的線嗎 平常這個是沒有出現的 你們想打是這樣子 那你記得如果你是打完了 你要來就是先離開它 好離開文字工具之後 再回到文字工具 這裡呢有呼吸 呼吸起來 這樣才會有 你才能夠去指定說 你的框的顏色 還有它的清晰 好 這一點可能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然沒奇怪 什麼雜誌的時候 你看呢 我如果真正在編輯試的時候 編輯文字 這個框框是不能夠框的 有沒有 了解了齁 那我把他們框編輯上 請你來試看看